中人人壽香港超級足球聯賽週中夜戰 東方在主場鬥軍業北區比賽地點是旺角大球場 兩隊今季從未在任何賽事交手 藍色戰衣東方賽前排在聯賽第五位 紅衣軍軍業北區11隊中排第七 一球13分鐘出現一個入球 入球馬希偉當然要多兩位前輩的配合 馬高斯和巴科爾的合作 令馬希偉成為這個入球的主角 這個入球是馬希偉今季各項賽事的第七個入球 廣超是第二球 落後的軍業北區嘗試找攀平的方法 這個攻勢就是來自來港威 軍業北區上個月底在旺角場的超級聯賽 贏標準流浪3比2 不過來到對著東方 他們稍稍下風的狀態 巴科爾傳送給馬高斯頂頭 不過這球球亦被張桂華沒收 馬高斯在這場比賽相當活躍 馬希偉也一樣 這個球一傳出來就被馬高斯撞回頭 起腳的是王浦俊 最後也被張桂華插走球 這場比賽張桂華有水準發揮 這位19歲新秀 在整場比賽尤其是上半場 可以說是三番四次去救險球 去到上半場的尾段 軍業北區也有一個攻勢出現 這個攻勢就來自馬圖斯 上半場的比分就是一球上落 東方領先著一球球 去到下半場 兩隊的節奏可以說是越踢越慢 不過攻勢仍然都是以東方比較多 這下的捉石就是來自馬希偉 不過都是無攻而還的 東方在五日之內踢第二場比賽 不過踢起來感覺上都是壓著軍業北區 馬希偉這個傳送就被巴科爾起腳 不過這下承認 去到最後的階段 東方也是嘗試去找入球方法 不過這下馬高斯回出來也是搞不定的 不過不要緊 一個入球足以令到東方能夠 在這場的周中夜戰 拿到他們需要的三分 最終1比0成為最終的比分 東方在這場周中夜戰贏軍業北區 我認為又不是應該看成為了 在這場周中一起窩心 是在這場周中